好,各位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Tensor RT 我们知道这个TRT是NVIDIA出出来 主要是来使用它的GPU卡 可以做这个极致的一个加速的部分 现在也是很主要的一种方法 可以让我们的原来的GPU卡 能够发挥更高的一个效能 我这个影片里面最主要来介绍是 看如何用这个像我们一般所谓的这个ResNet 或者是YOLO这一类的这个Deep Learning的model 怎么样把它转换成所谓的Tensor RT的一个这个model 然后来增加这个我们在做Prediction时候的一个效能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Tensor RT 一般我都简称TRT 那当然它是NVIDIA 就是回答它们所用C写的一个这个SDK 那主要当然是要把现有的这些 我们不管是 你看到右下角这边 有所谓的这个PyTorch 像这个TensorFlow等等 在不同平台上面的这些model 把它转换成这个一个 就是一个低延迟性 也就是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的一个model 然后那未来你在使用在用来做Inference或者Prediction的时候 那它的速度上会有更好的效能 那当然它的前提是你要使用NVIDIA的这个GPU Card 好 那所以我在这边把它大概翻译了一下 主要就是它所主要的一个推论平台 那我们要了解它最主要是用使用来这个Inference 那你现在所用的这个training这些写的程式呢 我还是建议用这个Python来training training完以后再把model做转换 好那这是它这个TensorRT的主要目的 它主要的两样事情 第一个就是低延迟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low latency的这个部分 那再来是高吞吐量 就是你的throughput就变得很高 好那它会比一般的CPU要快了40倍 那主要它提供了所谓Integer8 F16的这个优化 当然它其实还后面会介绍 它有很多的这个方法 当然细节上我们就不说 那主要是在像TensorFlow啊 这个Cafe啊等等这些PyTorch等等 当然因为我使用 好那当然很多像PyTorch 它通常需要使用把它转成Onix的一个格式 那因为Onix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格式 那我想我们前面有介绍过 那我刚刚讲到的TensorRT TRT主要是用C++所撰写的 好那不过它提供的LiAC API一个是C++一个是Python 那我今天应该介绍的主要是以这个Python为主的API 也就是说你把你把这个你的训练好的Model转换成了这个TensorRT的Model以后 我们一般所称为Engine以后 那怎么样用Python呢 来在GPU的空间里要到了这个Memory以后来做Predict 好那当然最主要你要前提我刚讲到是要用使用这个GPU 你要用NVIDIA的GPU来做这件事 好我们看一下TensorRT的这个架构 也就是说当我有一个Pretrend的Model在这里 好那Pretrend的Model在这里 好在这边 那我们就它会经过大概六种不同的一个工程 然后把它做了最佳化 最后得到了一个叫做Optimized Inference Engine 好我会把它处称先典点RT 有的人会把它处称所谓点Engine的一个方式 好那当然这边有右边有介绍 这个从他们的官网上 它会有介绍告诉你说TensorRT就譬如它有做了Weight Activation Precision Calibration 也就是把原来的这个Model 你储存可能是这个Floating Point的16或者32的方式 我就变成了Integer 8的方式 然后做一些什么Fusion 这个Auto Tuning等等 或Memory的这个方式 总共六种不同的方法来做到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我在把这个Performance的地方 再做一个简单的绘整 它主要是用了刚刚讲到 Auto Tuning Layer Fusion Pesaging Calibration 这就是让不同的方式 用Integer 8来做执行 Dynamic Tensor Memory Management等等 好那它有一个Tensor Core 主要是用这个Floating Point 16 用Hive的方式来增加 好等等 那我经过我们测试大概 用PyTorch Model来比较的话 大概会3到4倍 你的卡越快呢 卡越好呢 它应该快的是越多 你会看到它的效能上的确是会好非常多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好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这边有讲到 用这些方法 比如它会做一些Calibration 就是那个Precision的Calibration 所以呢我们在使用TRT的时候 你要稍微注意 它会注意 这边讲它用Fusion Integer Inference等等的方式 第一个你会发现到的就是 它的这个精度会有差异 你会知道它精度上市上市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不同 好那我们在Predict的时候 你常会知道 它像譬如说 如果你用CNN 你会知道它的这个Probability 这个Confidence 算出来会不一样 不管是像CNN或者是YOLO 都会有这个问题 好另外第二个就是 你用TRT的话 它每一次进去的这个Shape 你问我们知道我们进去都会有一个Shape 比如它影像的大小和这个Batch Size 是必须固定的 好那因为有的时候 像你在用Pytorch的话 你可以用Dynamic的一个Shape 可是在TRT里面不行 好因为其实如果你会用C的API写 你就知道 它事实上每一次去Claim 这个Memory的时候 它是Claim一定的一个大小 好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在每次要执行Batch Size是2的话 你在写这个程式的时候 你就要固定它是2 通常因为我们在做Prediction的时候 像我在做YOLO的话 我每一次都是Prediction一张一张 因为我会做Live的动作 所以我的Batch Size都是1 可是一当你把这个Model写进来 是Batch Size1的时候 它Always就是1 好这点要特别注意这样 好另外有一些特别要小心的是 它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韩式 它是不支持的 好像Operation 它不是都 并非所有的东西都支持 像有一些Activation Padding Normalization Pulling等等 这些Function 有的时候它并没有支持 那你就必须要自己写 好再来是 它会多用了一些记忆体 TRT因为它会有些中间项目存在 所以它会比原来在用GPU的 这个要多一点 所以如果你的Model不是太大 那我想应该都不是有太大问题 或者说你不是同时要执行好几个Model的话 我想这都应该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你要注意的就是 Tensor RT做出来的Engine 它并不是每一台 比如我这台做完 你别的台都可以使用 所以这个常常会有不同 那我自己测试的结果就是说 如果譬如我们的GPU等级是相同 譬如我用三系列的 你也用三系列的 那我相信我convert出来的 在你那边环境之下 只要装的类似 它应该都可以执行 那第二个我测过的是Windows10 和Windows11彼此之间 只要你环境相同 那也是可以使用 那最糟的是 你可能譬如我用了一个3060 结果你用你的卡是4090 那我转过去给你或是080 我转过去给你的Model 你是不是都不能用 所以它一定要在同样的平台之下来使用 所以这件事情就比较麻烦 也就是说我的卡所compile出来的Engine 在你那边不见得能够使用 所以等于说我需要有一个multi platform 那convert给别人 那别人才能都可以使用 那这是它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 如果你需要知道一些细节的话 你可以在它的官方的网站上 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Tensor RT的Documentation上 你可以去找 它也有所谓的PDF的档案 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它的API怎么样解释都有 所以你可以先看 如果你需要知道一些更细节的内容 那可能你需要去上一下它的官网 那我在这边还是做简单的一些介绍 那要使用Tensor RT的话 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去downloadTensor RT的软件 那你可以进到它的官网上 在这边 它有一个Tensor RT的网站 你一搜就会收到 那你可以去download 你点download以后 当然你要注册 注册完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版本先download下来 那是第一个需要download的软件 那你刚刚如果download下来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到 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 有很多的会友在这边 所以看你的版本 因为当时我download已经好一阵子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还是用8.5.1.7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是用Python的话 你就需要做这些事情 比如因为你要install这个Tensor RT的会友 那你就要选择 比如你是用哪一个 哪一个这个Python的版本 你看你要像因为我用38 所以我就会选择这一个 那通常我会在 因为我喜欢用Conda 所以你在环境底下 我会先产生一个Conda的环境 产生一个这个38的环境 然后你就会安装这一个 好 那你download 它的这个安装的指令 在这里 看一下 你就直接用这样的方式 主要是用Python install 主要是因为你有路径 那你可以把 你可以用CD到你这个路径的以后 直接就可以省打这些部分 好 那这个除了这个TRT以外 你还要安装这个PyCuda PyCuda 那你可以 我是用download这个Wheel 然后再来使用 它是一个wrapper 你注意看 这边我有解释 好 有的时候它说它不见得是一定要 可是我有用啦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使用 然后你装完以后 好 我们要确定我们的这个NVIDIA的这个路径 所以你安装以后一定要在这个Path当中 好 你要注意 好 你看到我先讲这个安装这个Cuda的时候 好 这个会有在这里 然后我用这个指令把它安装起来 好 那这是这个PyCuda的这个连结 你可以点它就可以找到 那除此之外 你还需要安装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 我是建议你要安装Git 现在这个几乎哪一个环境里 我都会安装一个Git 那比较方便 好 那我的Cuda一定要安装 就是你既然要使用那个什么的话 好 这个Tensor RT 你一定要有NVIDIA的这个卡 NVIDIA的卡 所以你一定会安装 这个Cuda的这个版本 那现在已经到11.8 不知道多少去了 那我 我在录影这个时候 我的系统还是装11.6 好 当然11.8 哇 后装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相对应的 你还需要装一个叫Cuda CudaDNN 好 那你去把它download下来 这都在官网上你都可以当得到 当完了以后 好 好 那我还是建议你 我是用8.6 它有更新的 那我就 我先没有 暂时没有使用 我download完了以后 我会把它的这些 Binary里面的 include 和这个LIB 复制到NVIDIA 这个GPU Computing 我想这个 你去安装这个CudaSystem的时候 这有非常多的说明 那其实也就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安装这个 把这个Driver更新以外 再来做这个Cuda的 这个版本的download download下来以后 就是更新它里面的 这个include和 include 和这个 和Library 把这两个放在这个里面 好 另外呢 我也建议就是把ONIX 也安装一下 那当时我是用1.12 1.11应该也行 好 那跟你的upset 那个upset有关系 它有做到多少 有的是11 有的是12 有的是16 这样 那它可以更新到这样子 好 那这个大概基本上 是它的requirements 就是你在 安装这个Tensor RT的时候 好 那其实你照这样安装 应该就会成功了 好 这一段就是 你要用所有的GPU卡 就是Cuda的GPU卡 这一段都要做 那只是你要做 这两段 就是把Tensor RT Pi CUDA安装上去 那这后面的convert 这些东西就 就会很容易 好 那大概是它的虚 这个environment的 这个requirements 大概是这样 好 除了刚刚那些安装以外 如果你跟我一样 用PiTorch的话 那我会想要在PiTorch底下 使用这个YOLO V7的话 好 那后面我应该会介绍 就是怎么样把 这个YOLO V7的model 转成 变成了Tensor RT以后 然后再来做运作 来做prediction 那你大概就需要 安装这些东西 如果你要用 跟我一样用YOLO V7的话 那第一个当然 你到它的官网上 或里面去 download相关的资讯下来 然后Git 好 用这个指令 到这里面GitClone 就做这个动作 然后去download几个 就是YOLO V7的 它基本上 它有提供的一些测试的 一些这个.pt 然后你看 利用这个方式呢 把这个部分也download下来 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转换model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使用 然后你有了 你把official的这些东西 Git下来以后 你就可以用它的requirement 直接来安装 是比较好的 好 不过它安装完 比较讨厌的是 它的Torch 它的Torch 里面可以 你如果熟悉的话 你可以进去把那个Torch 那个地方拿掉 那因为你要直接 再重新安装Torch 因为你有GPU版 好 因为我记得这个requirement 里面的内容 它的Torch 安装现在是CPU版 所以你 到最后 你还是要下这个指令 好 下这一段指令 所以你可以到里面 先把那一段删掉 然后直接再下这个 好 当然如果你要更新的 你就可以到Torch的 这个官方网站上去 download更新的一个部分 好 那这只是 如果你想要做这个 跟我一样代秀 这个做V7的这个Tensor RT的话 你可能还要 还要需要做这一段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有关这个Path的设定 你安装好了这个Cuda以后 你一定要把这些 这几个 这几个路径 加到你的这个 环境变数里面 环境变数里面 环境变数你稍微往上 往查一下 你就会知道 环境变数里面点它了以后 你就可以设定 从系统里面 怎么去做这个 找到环境变数的放在这里 然后加入这三个 那当然这个看你的位置 你不能照超我的 不过应该我相信很接近 那我是 我是会把我的这个Tensor RT 放在C或者放在User的哪一个地方 我会放在C底下 这个路径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就行了 那这两个应该是不会变 就看看你的这个 Cuda安装在哪里 你要把这两个路径放进来 那这个是一定要做到 这样你后面会方便很多 好我们接着来介绍 就是怎么样把一个Resnet 50.pt的一个model 转换成这个TRT 那基本上我是参考这个里面 但是它这个 这个Quick Start的这个guide里面 有非常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内容 我从这边截取出来的 然后我从那最主要是 在参考里面的一个 我们刚刚从那个Tensor RT里面 download下来的这个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Python的范例 Python范例里面就是这些 这些里面就有一个是EfficientNet 我从EfficientNet里面去改的这些内容 它最近有Build Engine等等这些 那我只是把它修改了一下 变成了一个 等于我自己的这个 好容易看的一个范例 所以我们带来介绍一下 这个后面是怎么做 好 基本上我介绍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Tensor RT 所提供的一个方式来做执行 它是提供了一个.exe档 我这边好像打错了 这边应该是.exe 在这里 这个部分是个.exe 好 那当然我们前面就有讲过 就是说如果你要用PyTorch 来转成这个TRG的话 它中间必须要经过 一个叫ONIX的一个转换 那我想你知道 这个ONIX是一个open的一个platform 它可以把所有的这个 training的model都转成在ONIX上面 然后你可以用ONIXRound Time 来直接run 事实上ONIXRound Time 也比原来使用 不管你用这个PyTorch 或者是用TensorFlow 它要run得快 所以ONIX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一个部分 那像以前 我前面教材应该也有 有讲到怎么样用ONIX来做 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录 那有机会再录 可是现在其实因为你要用TRT了 所以你可能不用使用到 所谓的ONIX 不过ONIX是一个中间层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model 不然TensorFlow或者PyTorch 直接先转到这个ONIX的这个部分 然后再用ONIX来做转换 所以那现在第一件事情 它是这个转换的一个方式 你看当然我们可以直接用TRT EXE的一个方式 它的指令 那当然你要 你如果你的这个前面的这个Path 我讲的那个设定的路径 你有设定好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这个Command.com里面 直接下这个指令 就TRT EXEC -ONIX 你就把这个东西 先转成这个ONIX档案 然后再Save Engine 变成另外一个叫做Resnet Engine.TRT 那其实这样做通常应该就很顺利 只要你的路径做得对 你要做路径的对 如果你路径不对 那你的问题就很麻烦 所以这件事情你要想得 所以这个第一个方法就是用 也是在这个Quickstart Guide里面 这个4.4.0 Convert的Model 这个部分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 那当然这个你就要 依赖这个TRT的这个指令 那我们先 这是方法的 第一个方法 那我们在前面也有讲到 PyTorch有提供 所谓直接转换成ONIX 那再利用另外一个方法 转换成这个TRT 我们后面介绍 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当然就是 我们怎么样 就是用这个TRT的这个API来做 那它分成两个step 第一个step就是 先把PT转换成ONIX 好那我们知道PyTorch有提供这个指令 你看到在这里 这个指令 好这个Torch有一个 这个点ONIX 然后Export 好那重点是这边 你要注意几个 叫Input Output 这个Layer的名称 你要设定 因为到最后你可能会用到 不管你用变成C的API 或者是那个Python的API 你可能都会用到这一段 所以这个要小心 好那我这边可能程式看不到 好我这边先 我待会整理一下 把程式秀给各位看好了 好那这边有讲到就是 程式我整理成 右边是这样 那这边是另外一个范例 怎么样convert to ONIX 呼叫它的方式 那这个我是用 好我这应该是做那个 Efficient AD 好所做的一个小的范例的程式 这样 好我们待会看一下 这个程式上面怎么做 好我们看一下 我这边的程式 那其实因为它有的 原来的程式是 就是RT里面有的 那我会做的一些范例 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那整理的地方 我就加上这个DASH 这个底线的这个TEN 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式 好那第一个当然 当然就是你要把一些 常用到的 在这边Torch 你一定会用到 好那接着下来 这是我自己的小的那个 那你要因为有ONIX 这一段是show 怎么样把 把这个PT 变成ONIX的一个platform 在这里 好那这边前面的不重要 前面都只是范例程式 那你大概就是 譬如我先会把这个PT 放出来 然后我这个漏的进来 它的Path 还有我要储存的名称 那我有定义上 它的影像的大小 好我刚刚讲过说 因为我们后面 要用到的都跟你的这个 Batch Size 和这个Shape有关系 所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指定好这些 我在Convert的时候 你就要指定好这些部分 那接下来我就用这个 Convert to ONIX 这一段 好那我会把 当了Model的名称 进来 我告诉Batch多少 影像大小 影像大小的一个状况 好那因为我这边说 那个Efficient AD 所以我预测都是256 那正常来讲应该是 如果你是用那个 Image Net 就是224 你可以自己设定你的这个部分 好那这个是就是 怎么样把它变成GPU 设定成的Device 如果你是CPU的话 当然CPU也一样 你如果没有GPU 你用CPU它还是一样比较快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这样也没有关系 好那接着是我把原来的Model 露得进来 这是PyTorch的标准指令 露得进来后 我通常习惯把它Print出来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Model 假设我这边应该用 假设我用ResNet 或者是Efficient AD里面的 这个Autoencoder的话 它都可以是这样 然后我会把Model 丢到这个Device 要注意 这边的Device 你用的都要一致 如果你这边 这边是有放到GPU的 你所有东西都要放到GPU 你的这个也一定要放在GPU上 所以我在这边下了 这个两个指令 就是保证它 一定在一再同样的 那个Device底下 好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 我们我在前面有介绍到说 你用使用TRT的话 就是Tensor RT的话 我们要注意它的Batch Size 也就是它的Image Shape 它是固定的 所以你在一开始在设定之后 你要确定好 我未来要在做Predict的时候 我的Batch Size是用1呢 还是多少 然后我的Channel数 这通常是影像是固定 我想这个部分还好 所以如果现在你这边设定好 这个Batch Size是多少的时候 你在前面 你就要注意到说 我在这里产生的这个 这个Input 这是一个虚拟的一个Input的东西 丢到这里面来 你的设定好的X的大小 就是你未来Predict的大小 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换句话说 当你把Onix的这个Model 转换成Tensor RT的时候 这就是你必须要用的一个方式 你未来丢进去的Size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好 因为像譬如我用这个YOLO的话 因为我做了Real Time的Prediction 所以我的Batch Size是Always 1 那影像大小我就会固定一下 因为它YOLO就是640乘60 那如果你用ImageNet 你想要一次Predit三张 你这边就要放三张 然后这边就有224 好 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 你们在写这段程式的时候要注意这一个 好 那ExportModel 其实这就是PyTorch 它有提供的一个 Onix的Export 就是你这样就可以把你现成的PyTorch 转换成你的一个Onix的Model 换句话说你有了这个Onix Model的时候 你就自然就可以用Onix Runtime来做 好 那这个就不是问题 好 那我再另外提一个就是 这个Input Name和Output Name 这个时候有时候会用到 通常我们不改变 好 不改变它 可是你在做转换的时候 或者在使用它的时候 而且你在写C 你改成那个C的APP的时候 它里面就会告诉你 就会问你说这个Input Name是什么 Output Name是什么 好 如果你这里改了 请你在未来使用的时候要改 好 只有这几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就好了 好 那所以其实 转换这个 把这个 那个 PyTorch的Model 转换成Onix 其实是一件简单的部分 尤其在PyTorch比较简单 那我们知道TensorFlow裡面 因为有版本的不同的问题 有转成Onix 那个坑就很多 好 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范例 我们怎么样把 那个 一个 这个 就是PyTorch的一个Model 转换成Onix的一个Model 那你看到现在这边我写的范例 其实这个是因为我用EfficientAD 的方式 那我转换它的Model 这是其中一个Teacher的Model 好 所以你看到转换的一个过程 那因为我要转换三次 我就把三个同时写在一起 好 那你不用参考这一段 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一段的程式 怎么是Convert到Onix的这个部分 你只要把Model的Path丢进来 它自动会把它漏了进来 然后告诉它要储存的部分 好 那这大致上就是 我们怎么样把 一个PyT的这个Model 转换成一个Onix的一个基本的范例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怎么我们把转好的这个TRT的Model 就是我们CNN的这个转好的Model 怎么样用来做这个Inference 当然这是用Python的这个部分 好 那以后有机会再来介绍 怎么用这个C++的API来做 好 那这个程式的部分 你可以去参考在这个TRTInference 或是-10这个地方 那就是你这个 基本上你参考这一个程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Tensor RT 它Inference 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些程序步骤 那这个地方它还是 我主要还是根据那个RT 它里面原来就有一个CNN Inference的范例 它本来是给的是那个EfficientNet EfficientNet 那我在这边你看 你要改成任何一个 其实是相同的啦 那唯一要改的可能待会会说明 好 那第一件事 但是当然是你要把这个TRT的Engine 把它漏得进来 大概会有范例程式 你看一下 所以其实刚刚在前面的这个程式范例里面 我们已经有漏得过这个动作了 好 漏得进来 那事实上我们漏得进来后 我们有个Context 我们需要把那个Context 用来做Predict的这个动作 第二步骤 其实第二和第三步骤 是两个互换没有关系 那主要是要Set up IO的Binding 也就是说我们在GPU的这个Memory里面 怎么去取到这个空间 然后把我们的 我们要这边的 就叫Input Output之间的关系 做一个Binding 你看这Binding 就是把它合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The Batch Size Input Output 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知道是相同的 跟你的Model 一开始是一样 Input 我想你知道 Batch Size 因为我们刚刚设1 所以如果你要2的话 你在ONIX的转换过程当中 它就要使用2了 所以说这个Binding 基本上是在记忆体取到空间 好 那第三个是Load Testing Image 也就是说事实上也就是 那希望我 因为我一般喜欢用CV2读进来 你要把你的影像 改到跟你原来在做 那个PyTorch的时候的影像的格式 是一模一样的 否则你出来就会 譬如你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改成 那个BGR改成RGB 因为CV2的影像是BGR的格式 那你一定要把它改成什么 RGB的影像的一个格式 对不对 然后它叫Resize成224 如果是像我 如果你用那个ImageNet 就是标准是224 那通常在丢进之前有做Normalize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这个Main和Standard Deviation都一样 那再来是你要转成这个Channel First 你知道PyTorch都是 都是这个Channel First 所以你要把它这个Channel 做Shuffle一遍 然后改成32 这个不要忘记 因为我们丢进去的时候都是用浮点的 也就是 其实这个就是 你丢进去的时候跟你原来都一模一样 然后做了Squizz Squizz就是把它变成Betch等于1 因为我们一张 露的一张影像进来 所以你的 你这个你要把它改成Betch Size是1的 所以你要Squizz Squizz0 然后变成这样 所以就得到一个Betch 然后3 这个长宽 宽长 那你才知道是这样 好 那再来就是 直接做Inference Inference直接参考 其实我们也只是参考 它就直接给了这个范例程式 那当然我还会秀一下Result 说我们做出来的结果会长怎么样 它基本上的过程是这样 好 那我们一一来介绍 它怎么去露的进来 这样的一个程序 我这边加了一段就是 把这个ImageNet的这个 这个Label读进来 因为它这 你看右边这边这个档案 通常是用记事本 它是.txt档 它会告诉你这个 它所存的这个所有的Label的一个Size 它这边只有1000个class 我记得这边有说是1000个class 所以你要把 你要写一个小的程式 把它这个全部读进来 那这个其实很容易 那这个就没什么 写一个for loop 把它全部读进来 这样就好了 好 那你可以参考 参考这一个部分 好 那这个是一个load engine 应该是它的第一步骤 我们就怎么样 把TRT的这个engine load 进来 除了你把Tensor RT 把Input 那个Import 进来以外 你也需要这个PyCuda 好 那接下来呢 你看到这个程式 基本上就是load TRT 你把你储存好的 这个engine的位置 好 在这边看到wait 我会通常放在wait的资料夹下 然后它的名称就是resnet50.rt 好 那我通常会一字 反正你要不然就全部都是engine 要不然都是RT 好吧 在网路上里面 通常储存这个方法有两种 两个名字 那也有人用TRT 随便你只要一字就好 好 那你就是把log先打开 那储存log的部分 那基本上就把这个pad 读进来了以后 好 那就确定runtime有开起来 你把它做deserialize 你要记得 我们刚刚我们在储存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serialize 然后结果把它deserialize 然后这边有一个create execution context 我刚刚说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事实上我们最主要就是要用这个 来做predict 那回传 我是把两个都回传 其实engine不用回传 只要有context就好 所以这一小段 就是来怎么样把这个TRT load进来 其实程式是非常简洁的 你就知道有两件事 一个deserialize 第二个产生这个context 好 那这是它的这个怎么样load engine的一个方法 好 第二个部分就是setup IO binding 也就是把我们的input和output的这个空间 在GPU里面怎么把它取得 好 你看到这个里面有一个指令叫memory allocation 你就会知道你写c的人 你就会知道我们怎么去claim这个空间 好 那当然claim空间的方式就是跟你的engine 也就是你的model存进来的方式 是一样的 所以它在这边会告诉你说 你要把这个input的关系 它的name 这个name就是刚刚讲到的 这个input output的这个name 把它取得了以后 它最重要就是一开始进来的size 和这个出去的这个size 要特别注意 所以它要告诉你它的shape是怎么样 好 所以它在这里 然后就会取得这个memory的部分 好 我们看一下往下 你看到知道binding的时候 它有index 这些allocation 这些东西 然后它把allocation放到里面去了以后 接下来它就会把这些 这个所有的batch size 这些input output的所有东西放在这里 那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回传回来 那这些东西就是你在 你这个怎么样去把这个bind的起来 以后你到处去 它会帮你把这个空间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在 不管你在排档或在c里面 都要写到这一段做binding 在c里面写的名字可能不太一样 可是它都会有这一段怎么样把这个memory 在gpu里面找到了这个空间放好的 这一个动作 再接下来就是你要把你的影像读进来以后 做一些所谓的前处理 所以前处理的原则就是你在pytorch里面 或者tensorflow里面 你怎么样处理你的原来的影像 你在这里就要照这个方式来做 好那不管你是要用它的transform 像pytorch和transform的一个方式来写 或者是你要其他的方式 好所以你要像我这边就是单单独这样写 好那当然其实这边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像这个resize这个动作 你用transform写 和cv2写 事实上是有差异的 我建议你们 我建议就是 如果你的程式在pytorch里面是用transform来写 那你还是用transform写 它会效果好一点 跟原来的会比较接近 尤其他们在做resize的时候 因为cv2和pytorch的resize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有时候它会造成有很大的差异 好不管 那我这边很快的说明一下 就是第一个譬如我们会做 是把把这个 因为我用cv2嘛 所以会把bgr的channel转成rgb的一个方式 我设定好它是224乘24 因为这个是已知的 因为我们用的是imagenet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做了resize的动作 然后把它变成array 这个我想没关系 那重点是我要把它改成floatingpoint32 接下来是做什么 这段你看出来就是做normalize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mean 这是standard deviation 然后呢我再改成什么channel first 它用numpy的transpose指令 当然这个方法有很多种 在numpy有提供很多种方法 所以你挑一个你喜欢的 好那再来就是变什么 变成这个reshape的动作 好就是squeeze的动作 那因为我没有用touch 你用touch的话 有touch的另一段写法 在这边有另一段的写法 你把它变成tensor以后 它可以变成很多种写法 然后变成全部变成floatingpoint32 好这边好像就重复写了 不过没有关系 这段你可能多写了 你只要写一次就行了 它就变成floating32 好那这是你做imagepreprocessing的动作 好还是重复就是它 你原来在pytouch里面 你怎么去怎么丢进去 怎么处理的 你就照那个原则 那这边这个是标准的 是什么 那个imagenet的这个 标准的一个处理方式 好那你就照这个地方去写一遍 不管你用touch 或者是用cv2的方法都可以 当然我想用pytouch快一点 如果你一开始把它丢到gpu里面 那它这个做起来是效果快一点点 可是你就要记住 这个resize我刚刚有提到这个 希望你稍微注意一下 好最后呢当然就是 我们要做直接的inference的部分 好那当然我们想的前面 我已经把这个改成了所谓的 这个batch size 然后它的长宽已经确定了以后 那在这里我把这边这个function 还指定了一个topg 就是top1就是只取一个 那通常我们在imagenet里面 它有提供两种的这个acc accuracy 就是top1和top5 所以我们这边就用1就好了 也就是找出最 我们一般predict就是找出最接近的那一个 好那我们刚刚有说context就是我们的engine 用来做predicts要用到的 input output的这个 它会告诉你的shape 它会长怎么样 所以它会先把这个shape告诉你 这个处理好 好那刚刚就讲到说 它allocation 因为我们已经claim的这个allocation的位置 把它丢进来 所以呢你在这边就可以知道 它的memory在哪边可以hold得住 然后呢怎么去执行 这个就是执行到predict的一个部分 那它这边有个运算 你把allocation给它就会运算 接着告诉你的output的位置 有没有output的位置 那这事实上都是在allocation里面 它就有传好 好那最后当然就是你讲的这个classes 就是你的你的这个哪一个 所以那个arcmax 当然就取出最大的数值 等于是什么这样 然后这边是取出来它的score是多少 然后呢就会有一个top 因为它最后出来是一个 那个latin就是一个output的一个结果 所以是这样 所以你可能你后面要自己做一些怎么样 取出来的这个动作在这边 那这边就是所取出来的这个动作的一个结果 这样 那你这边有几个 这边有聊几种写法 它不管top5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是所有的 这边是最好的 你大概知道是这样 好那这是 这是你看你回传的这些数值 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结果 好那这个是 因为它的inference就很简单了 它的程式非常短 然后一下就写完了 重点是在image那边 我们把它拆开 在image的preprocessing的 怎么去load这些程序 你处理好 那predict就很快 主要是它速度真的很快 那当然其他你要show image 那你就可以自己再写 其他的那一段 说你怎么去show出来 然后把这文字写在上面 好那就容易 好我想这个你大概知道它的程序 这样就好 最后我们来把这个整个程式呢 完整的整理一遍 那我把它放在所谓的这个 TRT inference底线 这个tien.pi的这个程式里面 那show出来的结果 你就会这样 因为我会告诉你它是哪一个class 好那你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程序 第一个就是你告诉我 你的这个resnet 50rt 放在哪里 你的class的是怎么样 这个是标准的读法 所以我刚刚介绍的第一个 然后load出来 会得到context 按engine 这边assert 就是确定它不是零 那如果在c里面 如果你读出来的东西有错误 它的那个位置 它是一个指标 全部都是零 那在这里 你就可以确定它到底是正不正常 好 iobinding 你就把engine丢进来 你就会得到它的这个batch size input size output size 然后它的allocation 它在这个那个的位置 GPU里面的这个位置 claim的一个位置 然后把假设 随便一张影像丢进来 那当然我不是丢这张影像啦 这个原来测试的这个影像 我是把整个这个资料夹丢进来 然后放到里面去一个一个去读 我们把它看一下整体程式好了 来 好 你看一下 接下来就是 第一个我们是把它用什么 用这个opencp读进来 读进完以后呢 你看我们做了一些转换 这是刚刚那一段 做了一些转换 那其实我建议你把它写成一个小的function 把它丢进来 那以后这个function就可以重复使用 那做了这一段 那当然如果你要快一点 你可以用touch的方式来做 好 那改成了这个floatingpoint 直接用这里去丢进去给它 好 那因为我们在丢进处 我们是丢这个 这个 这个numpy array丢进去的 所以你就维持用numpy array的方式丢进去 所以你就不能丢tensor 所以这个 这个指令就变成是一定要的一个方式 好 那 那后面就没有什么 后面就是predict right以后 你把这个class 怎么放在怎么样去 然后怎么去秀出来 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这是大概它的这个predict的一个程序 整个predict的一个程序 大概是长这样 好 那在下一段呢 就是我们把有取好的这个 转好的这个onix model 怎么转成rt 好 那这个部分也是参考 这个tensorrt里面 它有python的api里面的程式 那我只是稍微加了一些 我自己要用的的函式 好 那所以你看这边假设的范例就是 如果你不写我的原来的default 我就是把这个resnet的onix的model 转混成resnet50.50的rt 好 那你这边可以当然可以设 有的人喜欢用.engine 好 这个我想都没有关系 好 那主要是把这个名字先取进来 好 这个我把它分成进来 然后 我要确定我的这个output的directory有在 好 所以这个 这个只是 这个是没有关系 然后 接着反正这个后面的就是 tensorrt它所提供的 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那这个部分就比较复杂一点 反正你就知道 它大概的 大概的方式就是 它有什么genlog 你不用管它 那你就是接着下 你就是把这个onix model把它pass出来 pass出来了以后呢 它就 它如果确定它是ok的 好 那接着下来 就会把它想办法 反正找到memory里面 好 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那因为它这边有什么workspace啊等等 它会告诉你的大小 有时候转换的时候 会告诉你说 你的memory不够或怎么样 那你也不用理它 好 那这是它的一些细节 这样 它会把它serialize serialize 变成一个engine 然后最后把它写进去 好 其实到这边就完了 那后面只是说 做一个testing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不用 这个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这段你不用管 只是确定你 这个engine呢 是不是build的ok 因为在这边其实就是把 我们最后 通常要用到 就是用这个rt呢 来做predict的时候 其实只用到这个context engine是没有用到的 那engine是用来怎么样 产生这个context 所以事实上 我这边回传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engine 一个是context 事实上我真正要做prediction的时候 我只要做context就好了 回传这个就有用了 好 那我们在转c的时候也是一样 其实这个过程跟转c很像 好 那后面我们会叫它predict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我只要用到这个就可以去 然后claim的一个空间 然后怎么样把它 bind的起来就可以 可以做一个 做一个简单的rt的inference 好 那这个就请各位稍微参考一下 就是怎么样分成两段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写成一段 好那我就是把它写在 我就把它分成两段 以后维护好一点 好容易一点 好那这一段就是 怎么样把取得的onix的model 变成一个rt的一个engine 在这里 我把那个pytorch的model 转换成onix的过程 稍微录一下给各位看 好那在我这里呢 我先把程式稍微 跟各位讲 一样的 我这边是 我还是讲这个程式 我写的时候 原来是用写efficientAD的 所以我转换了三个 就只有teacher student 还有包括这个autoencoder 好那如果你是用转 那个什么的话 这边可能就要设 转imagenet 这边叫224 不要跟我一样256 因为efficientNet 它的基本的设计是256 好那batch size是这个 这个batch size跟你当时 就是你要跟你讲 你未来predictable的size 所以这边你要稍微注意 当然我还写一个checkmodel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不用理它 好那我们在这里 我大概这个 转一下这个流程给各位看一下 好就丢进去了以后 它其实转的应该很快 因为我刚讲它的model很小 那我有习惯性是把这个model 印出来 你看到这个sequention的model 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model 就是一个convolution 两个convolution 再加三个convolution 四个就这样 就这样就做完了 那我会把input的x呢 这个是一个就是它的size 你要确定它的size 我这边是batch size是1 所以是1、3、256、256 你要知道这样子就可以了 它的model output 它会告诉你出来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做了三个不同的model 第三个是autoencoder 你看这autoencoder稍微比较长一点 你就会知道 那这个做出来的这样的结果 所以其实转onyx稍微快一点点 没有那么久 可是转这个engine的时候 有时候看你的model大小 有时候要转得很 就是要转得有点久这样 那这是转那个onyx的一个过程 顺便把那个转换的过程也录一下 给各位看好了 那其实我这边是转换了三个model 因为我这边写这个程式的时候 我当时是用来做那个efficientad的 这个teacher的转换 因为teacher的model很小 所以其实它转换的过程很快 所以我这边转换了teacher student 还有这个autoencoder 三个我延续做 那因为我在前面已经把onyx转好了 所以我就把onyx呢 直接转换到trt 在这里 坐在这里 那我仔细一下给各位看 它大概会长怎么样 好 好 你看它这边告诉你说 反正它有个什么cuda lazy loading 就是你不用管啦 it's not enabled 好 那这个我因为我没有理它 所以基本上它就告诉你 呃 来 其实你看它转得很快 好 它这边告诉你一下就转完 因为我的model很小 好 我的martial 然后会告诉你什么 什么这个memory啊 reduce memory 这些就是这个lazy 所以你其实你是不用管它的 好 这个我觉得还好 好 那其实它转得很快 在这一段 可是 可是如果你转yolo7的话 那很抱歉 它就转要很久 转要转好几个好几分钟 那当然跟电脑有关系 好 这大概还是转的这个onyx onyx转这个trt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model很小 所以我转了三个model 一下就转完了 好 那可是yolo就要比较久 好 这个是我用这个RTX 我的notebook上面 3060的GPU 那用resnet50 测试的结果 大概是一张大概是7个ms 好 那我们知道 因为我的batch size都是1 好 如果你要让它更快的话 你要看你的 你的GPU卡 它有多快 然后 来设定你的batch size 然后你的model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大概是0.006 这个是大概的状况 测试的速度 这样 那通常应该 大概是3到4倍 比如如果你用pytorch 我记得我用resnet50 大概是20个ms 左右 20几 20到30 当然因为量测GPU的速度 有时候也很复杂 虽然我们用synchronizer 这些量了 可是 还是会有跟你在当时的状况有关系 不过大概的 你可以知道 如果你使用RT的话 你大概可以快个3到4倍左右 然后你的GPU卡越好的话 通常它的进步的这个比例会越高 好 这是大概是目前我们的这个量测出来的结果 好 以上是我介绍 怎么样把pytorch的model 转换成ONIX 再 再经由另外一个转换 变成了这个Tensor RT 好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当然是希望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GPU的卡 NVIDIA的GPU的卡 那个 能够发挥更好的效用 好 那在实物的应用上面 能够 就是predict的速度效能上 可以更快 那相关于还有其他像YOLO 7 YOLO V7 或者是像它怎么样把 这个Tensor RT的这个model 在 就是C++上面的API上面 怎么使用呢 那以后有机会 再跟各位介绍